论技术面高手第一财经主持人廖英强的被调查。 证监会创新调查手段破解反向交易。 股市黑嘴难逃罚网,近期,上海证监局先后查处了证券从业人员朱伟明。 以移送公安、某财经频道节目主持人廖某某等两起抢帽子操纵案。 廖某某作为谈古论金的节目主持人。 在其博客、微博中广泛运用其主持人身份推荐各类股票。 受到大量投资者关注和追捧。 而朱伟明直接以嘉宾身份在谈古论金节目中建股。 影响投资者的判断和个股市场走势。 数案件的查处。 向市场展示了证监会高压打击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一贯态度。 证券日报。 我是17古灵的老古民,各种流派都会一些。 然而这个廖某,懂得比我多,学得比我精,我是自叹不如的。 然而第一财经的节目我也看了很久,慢慢发觉不对了,这家伙明显在导流量,忽悠观众到自己微博博客,见谷。 一个技术面老手,二十多年古龄的老古民,尚且对于自己的水平不自信,牛市里还要靠这个赚钱,可见技术面靠谱程度一般。 他主持节目刚好是2014牛市开始一直到股灾之后。 在明显可以判断行情趋势的时候,技术指标也是支持的,当摩棱两颗的时候,需要技术指标来持点迷津,它就不太靠谱了,五五开准确率。 技术面,回测看确实是有效的,但一般质后很多,对于老股民,平盘感都能发掘,而且早于技术指标。 比如这个图,大家看看游戏吗?带量突破下降通道。 来,接下去,第一个突破,下降通道太抖,这个已经平缓了,又带量突破,而且,是前一个量的倍量,所以,明显可以买了,买买买。 绿地控股美元绿地控股,sh60606美元。所以,拖开基本面看图,完全没有意义,最后基本上是自己调进棺材里。 如果是出于西货阶段,不但不会破新低,还会逐步抬高底部,因为不能让你拿底部筹码。 绿地现实的状况是,P1都要跑,很多都是带了杠杆的理财资金,然而跑不出去,就花钱请高手做盘,资金脉冲是流入,骗傻子进去接盘, 让P1跑,跑完了各找各妈。 等一季报,你会看到,很多小飞都走了,然后散出来的筹码继续还手,等这个换手充分了,才会起行情,这就是行为学分析法。 如果一定要说技术面,也有有用的地方,比如放弃日线,看周线,设置看月线。 因为做盘做线要做到周线月线,很难,成本也太大。 然而长期均线也只有参考意义,只是用于用公式大样本选股后缩小范围,因为等你在长期均线上看到,确认,基本上少的已经涨了30%了,多的翻倍的。 这个时候介入,说不定有50%还是跌回平台整理,所以,总结一句,看指标不如赌,如果有基本面做后盾,赌起来还比看技术面靠谱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